就是在這個Primary Key後面呢 如果你增加一個所謂的 那個AutoIncrement 這個AutoIncrement也蠻好記的 Increment就增加嘛 那再來你那個Insert Into的時候 你這個Lamber的部分 其實你就可以不用再輸入 但是後面這個還是要輸入 那如果後面這個東西 假如你要變成互動式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變數嘛 比如說Input 我們前面有Input嘛 你可以Input的 請輸入電話號碼 有沒有 那他這個地方就可以Run了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怎麼樣 也可以產生一個 一個變數吧 這個變數也只是什麼呢 TL 假設是TL 你這邊的話呢 假設TL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Input 那這 輸入法改變 Input 然後呢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去 這邊的話Input 然後請他怎麼樣呢 輸入一些東西 所以你可以 請輸入電話號碼 之類的 然後你就把這個TL怎麼樣 把這個變數呢 放到這個位置 那這樣的話呢就可以有個互動 變成說他輸入一個電話號碼之後 再幫你輸入到這裡 那因為呢這個是一個自串 所以輸入的話 就不用轉型了 直接就輸入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擔心說有錯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執行 如果說你要讓他不斷的輸入的話 那就是用File嘛 跟前面一樣 如果你要從外部讀取的話 你可以從檔案讀取 這個跟之前那個 你也可以參考之前那個輸入成績的那個部分 反正這些都可以互相串聯 那把它執行 那按OK之後的話 請輸入電話號碼 如果我輸入一個電話號碼是 02-56789 這個隨便輸入一個好了 OK 按完之後的話 Enter 然後呢他就會幫我跑這下面的動作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去執行 那這個地方的話 他會出現說 no search column tl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insert into這個後面的敘述 因為我們前面是兩個欄位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第一個是auto increment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insert into table 這個資料庫後面 這個地方你就要告訴他哪個欄位 我們有個欄位叫tl 所以你可能就是在這邊要告訴他說 我是要insert into到那個tl這個欄位喔 不然的話他會找不到哪個欄位 然後呢 values 就是把這個東西塞到我這個欄位裡面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在執行一下 一樣呢 就把剛剛的電話號碼把它輸入上去 然後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near 先改一下吧 把table1改成table2 等於是我重新新建一個新的 下面是那個table1嗎 對這個 insert into 對對對 就是create一個新的 然後再來run 應該這樣都ok了 理論上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先把那個table 那個01先給刪掉 或者的話會出現問題 near tier 第十二行 就是這個執行 因為這個這一行基本上 就是你跟他對話喔 假如說類似像有這種情況 那我會設中斷點 然後再執行這個debug mode 然後我輸入一些資料之後的話 假設我這邊輸入一個資料 他會跳到這個除錯模式 啊我中斷點設在這個seql 串接完之後 然後先讓他停下來一下 seql違法我讓他停這一行 然後執行這一行 這個時候seql語法我現在確認一下 因為有時候喔 其實在撰寫資料庫存取的時候 最難的地方就是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怎麼辦 那我這邊就是他的語法 insert into table 這個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把這一行複製起來 做什麼呢 其實我的習慣會切到怎麼呢 切到這邊來 然後呢 再到這裡面先看一下 也一樣喔 所以他語法也會出現 他是auto increment ok 然後呢 如果 實在錯誤不知道 沒關係 你可以seql 你可以把這個語法貼到這邊 讓 在這邊除錯 啊其實這個工具也具有除錯功能啦 就是你反正先弄一下 如果seql 你會發現喔 他有沒有進去 他還在跑 seql insert into 電話 value 有一個地方 好像看到錯誤了 value跟刮盒 看一下是不是沒有 沒有沒有空 這個地方喔 value 有沒有 這個地方 一定要 這個我記得一定要空白 你看為什麼前面沒有錯 前面 這個空白 如果沒有加 我印象中 之前也會發生錯誤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 他居然無窮迴旋了 卡住了 這裡的話 你可以利用像中斷模式 去找到你的這個語法 然後透過語法裡面 裡面可能出現錯誤 你可以先丟到那個 browser 這個裡面去跑跑看 我把它弄一下 基本上 也許是不是這個地方 出錯吧 卡住了 把它強制關掉一下 一樣開啟 這個 database 這個 然後這邊一樣去把 這個我看一下 value 哪一個欄位 然後values 其實常常 之前常常遇到錯誤是這個value 少加s 好像還有後面這個空白沒加 他也會出錯 那我把它怎麼樣 scue一下 還是卡住 這裡的話 露了我直接把那個values 因為他這個地方是一個完整的自串 所以你要把自串裡面放一個變數的話 你不能直接把tl直接放進去 那就會出錯了 所以其實就把它隔開就好了 OK 奇怪 這是最最最最基本的 這個 所以有時候 那當然這地方 盡量就是 這個地方就加一下 你會發現 因為auto increment 所以呢 將來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一個變數 直接去新增 那我剛剛輸入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那沒有那麼複雜 所以剛剛主要是漏掉那個 所以一樣可以用這個地方輸入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做了解他的structure 跟看一下他裡面的檔案 還有呢 就是說呢 他可以直接在這邊執行語法 那我剛剛輸入的 你會發現他會一直auto increment 所以我輸入 一直輸入 那他就會一直幫你把資料給輸入進來了 那最後一筆 奇怪 02 可能後面有剛剛 那如果再輸入的話呢 一樣 他會再幫你輸入到後面去 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利用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 多一個auto increment 然後輸入哪一欄 那特別之外 這個前後刮斧要有 我剛剛漏掉了 然後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用input的方式 就是要把這個變數 串在中間就可以了 那一樣就把這個語法直接丟到這邊 讓那個cursor去執行 他就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 給新增到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主要練習 insert into這個語法 主要跟資料庫做溝通 我想這是最基本 那請各位也是 就是要把它 那你變數前後加的加是什麼意思 前後加 就串接啊 對啊 自串串接啊 這個是最之前講的嘛 有沒有 因為你不能夠直接把tl放在中間 因為它是一個變數嘛 你放在裡面的話 變成它就是 自串啊 對 所以剛剛就是 這是算最基本 所以剛剛我居然犯了一個 最基本的錯誤 所以 難免齁 所以這個地方你放在這裡不行嗎 這怎麼辦呢 先把這個自串先切開來 串接 再加上什麼呢 後面這個 他就會幫你把你輸入的電話碼 把它插在這個中間 串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丟給 那個資料 丟給SQLite 這個execute就是有點像執行 有點像我現在總機嘛 你把訊息給總機 然後總機再發布 有點像簡訊一樣 簡訊那個人就收到 收到之後他就做你要做的事情 所以execute 然後committ就是把這件事情確認了 然後最後連線就close掉 大概一個流程就完成 這個是insert into的動作 那會寫進去 另外我們還可以要把它查出來 那查詢的話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那個 把那個SQL 我另外有一個簡單的範例 也是應該放在雲端上面 各位可以看一下查詢 將結果改為查詢出來 那怎麼把它查出來 其實基本上的那個動作都是一樣的 就是前面一樣要 import這個SQLite3 其實這個套件主要 就裡面基本上就是處理資料庫的套件 然後呢 他一定需要有一個這個前面的物件 這個物件主要是讓SQLite3 它去做連線 連線到一個這個db 這資料庫的一個檔案 那其實這個connection 它的邏輯有點像 我連線成功之後 幫我把它放在物件裡面 這個動作有點是 本來是在檔案裡面 在檔案裡面 它load到哪裡呢 load到memory裡面 因為我們將來程式要運作 一定要load到記憶體裡面 才能夠運作 所以這個有點像 我把它load到上面去 變成一個什麼 記憶體裡面的一個物件 那物件名稱的話就叫com 利用它呢 才能夠做後續的事情 我已經把它load上去了 load上去之後呢 再利用這個com 它可以裡面 有一個cursor的一個 算是物件 算是指物件 這個cursor主要是處理什麼 處理資料表 所以com是處理資料庫 cursor是處理資料表 所以這個是資料庫的物件 資料表物件 然後呢 去跟他下一個指令 告訴他說 幫我把所有東西 從table01查出來 那查出來的話呢 他在利用什麼com 這個資料庫物件有沒有 去執行這個語法 他查完的結果 會把結果丟到cursor 因為他是資料表 物件 其實就是放記憶體啦 其實這邊簡單講 就是把檔案的東西 一定要在記憶體裡面去執行 所以對應的關係 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它print的出去 我們用format 前面我們有講過格式化 應該很像嗎 格式化 前面的格式一定是資料 那中間加上一個table 再第二個資料 就是編號電話號碼 幫我把它一個一個的把它輸出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開啟那個我們的cursor01 我看一下裡面 一筆兩筆 這裡面的資料 那一定會有個table01 table01裡面的話會有兩筆 那我要把它全部撈出來 繡在python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就執行這些 這些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他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電話 這個前面是先輸出什麼 輸出我們的這個標題 有沒有 來欄位名稱 然後呢 再把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讀出來 從哪邊讀出來呢 從我們的cursor 從那個什麼 db01的資料庫 的table01的資料表 去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撈到我們的這個python裡面 所以撈到這邊 撈的方法 特別重要 一定是 in cursor ok cursor指的就是資料表物件嘛 然後裡面丟到一個raw 所以他會先抓第一列的資料 放在raw裡面 然後print一列 所以列的話 你可以raw01指的是第一欄 raw02指的是第二欄 所以會先抓這個 幫我print 所以print這個 有沒有 raw01 這個的話呢 就是那個後面的東西 就分別丟 下一個的話呢 他就換下一筆 所以如果你以後有幾筆 這個範例簡單就是說 以後反正你可以放在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你要把它撈出來 就可以利用這個範本 我建議啦 也許你將來可能很多都忘記 沒關係啦 你有範本嗎 改應該會吧 ok 所以其實剛開始學程式啦 其實你們也沒那麼厲害啦 我建議你就是 看得懂範本就好了 以後能夠修改範本 那就夠了 暫時就足夠了 所以後面也許我們可以 做一些變化題 比如說從網路上撈資料 然後篩到資料庫 然後再把它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 也許再篩到Excel裡面去 那整個cycle不就是 工作上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都可以模擬一遍 這樣就是活學活用 ok不然 一般書裡面 他當然沒辦法跟你講這些 怎麼東加一個 這本書只有講資料庫 另外 可能另外一本書 就是專門講撈網路資料 所以全部都分開來 我們現在全部把它穿在一起 請各位試一下 這一段程式 如果你可能 我是把它照相 不過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一樣會把它放在那個網路上面 你們可以到哪邊找到 可以從那個雲端上面 這個底下就是這個 那我把它貼到這邊來 並且幫各位把它塗個顏色好了 我這邊有個外掛 corpity 他可以馬上幫我把程式 變得漂亮一點點 你等一下就Ctrl C Ctrl V 我這邊的 module名稱叫做 柯舌01底線 select ok試一下 至少你就是 反正弄一下吧 至少學會資料庫的兩種應用 第一個如何新增 第二個如何撈出來 反正你會新增會撈就夠了 大概第三個 也許我覺得比較重要是如何刪除 再把它砍掉 重新再丟 砍掉的話呢 其實就是drop table 你就是只要下一個語法 叫drop table 他就會幫你把 前面有個create table 那我們就把它變drop table 如果不會的話 請參考一下那個 剛剛講的 Google一下基本的語法 drop table 把那個table table01把它做掉 那他的table 就被你做掉了